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一直以来,我们都根深蒂固地认为,勤奋努力的聪明人最终肯定能成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会走上各不相同的人生道路,成功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不是单纯的努力付出能够定义的。 如果说有一些基本的金钱法则是刻意隐藏在主流之外的呢? 这些秘密可能能够重新定义我们对于成功和财富的理解。 看完今天的节目,你就能够看清这些潜移默化的让富人积累起财富的法则。 它们会让你对于财富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帮助你拿到自己的第一个一百万。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十条能够彻底改变你财务状况的金钱法则,我们现在开始。 法则一,先存钱,再花钱。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却是富人和成功人士奉为闺孽的金科玉律。 这条法则不仅仅是让你把收入的一部分存进储蓄账户,还是一种能够塑造你整个财务旅程的心态。 富有的人清楚富利的力量,并能够让它为己所用。 储蓄不仅仅是对于你花剩下的钱的处理方式,它还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高度自律的行为。 是创造一个财务上的缓冲带,是为你编织一张安全网,让你能够承受生活中那些意想不到的曲折。 富人们会坚持不懈地存下很大一部分收入,这样他们才能够不再围着钱赚,为钱工作,而是让金钱为他们工作。 并且存钱其实和赚钱同等重要,因为要存钱就表示你要注意自己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 这就意味着你每次加薪时都要抑制住提高生活水平的冲动。 一般来说,富人都会把他们的资源有策略地分配到能够为未来带来长期利益的投资和机会上。 这条规则就是要你优先考虑你的财务未来,而不是只看到眼前的满足和享受。 你要认识到财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你走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律的储蓄。 法则二,你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你自己。 我们来聊聊你最宝贵的资产,也就是你自己。 这是千真万确的。 第二条法则就是你要认识到你最重要的资产不是你的房子、汽车或最新款的科技产品,而是你自己。 你的技能、知识和能力是你财务成功背后的驱动力。 投资自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富人会把个人发展和持续学习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明白,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必须要保持与时俱进。 这种对自我的投资并不会局限于正规教育。 它包含了习得实用技能、紧跟行业潮流和培养适应能力。 富人通常会把时间和资源分配给自我提升。 无论是读书、参加研讨会还是社交活动,他们都会积极参加。 他们自身的能力提升了,就能够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始终走在各自领域的前列。 此外,意识到自己是一种宝贵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留得青山寨,不愁没柴烧。 当我们忽视健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能力、思路的清晰度、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也会受到损害。 富人会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明白,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身体健康,还会让他们干劲十足,更快地获得成功。 你的内在越是富足,你对于这个世界就越有价值。 相应的,你吸引到的财富也就越多。 法则三,愿意承担风险。 承担风险是积累财富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但这当中的一个重点是,你要评估风险,你要知道,风险和风险也不一样。 富人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们的选择性的有策略的冒险,不是让你盲目地一头钻进不确定的情景当中。 那是莽夫行为,要经过精心地计算,深思熟虑地思考,找出有巨大的回报潜力的风险。 你还要做足工作,全面研究,对于可能的结果有清晰的认识。 做好心灵准备,要能够接受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有一个成功的结果。 关键是,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要学到些什么,在过程当中灵活调整。 对计算过的风险,持开放态度,还需要你克服对失败的恐惧。 富人明白,失败和挫折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他们会把它当作宝贵的学习机会。 这种心态的变化,使他们能够抓住那些普通人敬而远之的机会, 创出一片新天地,获得成长和财务上的成功。 无论是创业,投资股票,还是投资房地产, 精密计算过的风险都是财务增长的垫脚石。 说到投资,那我们就要讲到第四条法则。 法则四,投资资产。 简单来说,富人不会是个投资,就会蒙头往里闯。 只有在他们对于这类资产有了详尽全面的了解的时候, 他们才会下手。 这条规则强调了财务知识的重要性, 也显示了对你的钱的去向有一个深刻了解的重要性。 不论是投资还是创业,富人都会花很长时间去了解投资环境, 充分掌握这当中复杂的关系。 投资你有充分了解过的资产, 不仅仅能够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还能够帮助你做出与你财务目标一致的明智决定。 富人往往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虽然繁杂,但每一种都是基于他们对这种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回报的充分了解, 做出的选择。 有了这些知识, 他们不仅能做出战略性的投资选择, 还能够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调整他们的投资组合。 此外,充分了解你投资的资产, 还能够给你带来掌控感和信心, 你能够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 做出决定,而不用盲目地依靠他人的建议。 这条法则强调, 成为一个头脑清晰的投资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随着市场的变化, 会出现新的机会, 不断学习, 你才能够有信心去驾驭这个复杂的财务世界。 法则五, 专注于大的目标。 富人从来不会得过且过, 他们从来都是着眼未来的, 富人都是目标导向的人, 他们清楚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预期的力量。 虽然说小的短期的目标见效快, 能建立信心, 增强动力。 但集中精力, 实现大目标, 才能够真正帮助你创造巨大的财富。 这条法则能够鼓舞你超越自己, 不再局限于眼前, 勇于设想你长期想要的结果。 大目标就像一盏指路明灯, 影响着你在事业、投资和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选择。 富人总是充满了宏图违愿, 会设定远大的目标, 还会制定可行的计划去实现目标。 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创办一家成功的企业, 达到某种程度的财务独立, 也可能是给小区带来有意义的影响。 这些目标提供了一种目的感和方向感。 此外, 专注于大目标有助于富人合理分配他们的时间和资源, 给了他们对于与他们的总体目标不一致的干扰, 说不的底气。 眼睛一直盯着自己长久的目标, 就不会被短时间的挫折打倒, 一蹶不振, 而是能够屡败屡战, 在实现远大报复的过程中不断克服挑战。 那么富人是如何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的呢? 仅仅依靠单一收入为生就仿佛是走钢丝, 那就来到了我们的第六条法则。 法则六, 创造多种收入来源。 富人知道, 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 建立一个强大的财务安全网的重要性。 这条法则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所有的财务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多种收入来源能够带来稳定性, 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的财务环境当中, 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创造多种成功的收入来源, 你就要从你现在手里有的收入开始, 从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出发, 开辟其他赚钱的路径。 像是你可以就你的专业写一个简短的电子书, 或者做一个课程指南, 在网上销售这些来赚取版税, 或者开始投资像是派息股票或者指数基金这些投资工具, 从中不断地获得投资的股息和利息。 富人们会通过创造多种收入来源, 保护自己不受任何一种收入来源的波动的影响。 采用这种策略不仅能让你的财务更有保障, 还会带来财富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创造多种收入来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需要计划, 努力, 还需要常常迈出你的舒适圈。 这能够帮助你找到与你的技能和兴趣相一致的机会, 还能实现你收入来源的多样化。 这条法则强调了财务原则的柔韧性, 要求你能够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不断克服经济挑战, 在动荡中茁壮成长。 法则七, 自律和延迟满足。 自律是财务成功的潜规则, 富人们都非常清楚自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这条法则不单单是说要坚持执行预算, 而是一种管理你财务生活的整体方法。 自律就是要做出与你的长期目标一致的, 有意识的选择。 它要求你为了将来更大的回报, 而抵制眼前快乐的诱惑。 在这条法则当中, 延迟满足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为了未来的收益而放弃眼前的快乐的能力, 是富人的一个共有的标志。 忍住冲动消费的冲动和耐心等待投资成熟, 都属延迟满足。 自律会涉及到财务管理的方方面面, 从持之以恒的储蓄到坚持深思熟虑的投资策略都离不开自律。 自律还体现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 要对那些对你的长期目标有害无益的毫无必要的花费敬而远之。 自律和延迟满足的培养, 为富人实现可持续的财务成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法则八, 坚持学习, 成为大浪淘沙, 瞬息万变的财务世界的行家离手。 富人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这条规则强调了不断学习, 成为你所在领域行家离手的重要性。 最成功的那些人都不会满足于自己目前的知识水平, 他们会积极寻找机会扩大自己的知识面, 富有的人都会大量阅读, 积极参加研讨会, 和专家交流讨论, 充分了解行业的趋势, 他们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这样就能够第一时间发掘新的机会, 避开潜在的陷阱。 要成为你所在领域的专家靠的不仅仅是积累知识, 还要磨练技能, 数页有专攻, 你拥有的专业知识越多, 你在市场上就越有价值。 这条法则强调, 你产生收入的能力, 是和你的技术和知识 直接挂钩的, 只有不断地改进, 走在行业的前沿, 你才能够提高你的收入潜力, 打开新的机会之门。 法则九, 富人会改变他们的思想。 灵活性是富人思想的一个关键特征, 这条法则强调了, 你对变化持开放态度, 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重要性。 金融世界是动态变化的, 在必要的时候改变你的思想的能力是一种优势, 而非劣势。 改变想法不是优柔寡断, 相反, 他说的是对新信息做出反应, 并相应地调整你的策略。 富人清楚, 坚持过时的信念, 固执地抱着一个注定失败的计划 对我们没有好处, 而这条法则鼓励我们 培养一种创新、 灵活的心态。 这种灵活的思维 也同样适用于你的个人和职业的发展。 富人常常会在职业生涯当中调整重心, 他们会探索新的行业 或冒险进入其他的投资领域。 这种适应性是一种强大的工具, 可以帮助你在变幻的财务环境中纵横驰骋, 让你能够充分利用机会, 并在风险出现的时候减轻风险。 规则10, 明智的投资, 不要随意挥霍。 这条法则说出了战略性财务决策和避免不必要支出的必要性。 明智的投资不仅仅是要把钱投入资产当中, 而是要根据你的财务目标做出明智的选择。 富人会仔细评估每一个投资的机会, 权衡风险和回报。 他们明白, 每一笔投资都是他们整体财务策略的一部分, 都应该有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可以是产生被动收入, 追求长期增长, 也可以是保值。 此外, 这条法则不仅仅适用于传统投资, 也适用于我们的日常选择。 一般来说, 富人都比较节俭, 这里的节俭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节俭, 而是那种深思熟虑, 任何事都谨慎对待的节俭。 他们不会把钱浪费在那些对他们的健康或财务目标没有帮助的东西上, 他们会仔细区分需求和欲望, 保证自己的资源全都用在刀刃上, 分配到与他们价值观和长期目标相一致的事情上。 在这样一个醉生梦死, 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实时满足的世界里, 明智的投资, 不随意挥霍的能力需要一种自律的心态。 这条法则强调的是, 每一个财务决策, 无论有多么小, 都要有助于你的整体财务健康, 只要你能总是做出与你的目标一致的选择, 那么你不仅能够积累财富, 还能够培养出蔓延到你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财务责任感。 那么你在2024年的财务上有什么目标呢? 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吧,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积机遇,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